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的导演或者说很多厉害的演员出现 但是小时代就只有一部 陈学东的第一部作品也就只有一部 似乎从小时代之后 网友就习惯性地将郭建明与陈学东绑定在一起 每每出席活动 两人默契的CP感也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探及此事 陈学东也表示并不介意 我觉得不介意 其实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都三四年的时间了 都慢慢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这种方式 这种好玩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了 所以你和那个郭导斯下会怎么聊 这种事情 有没有看到了一些动图 然后两个人可能互相来练 这种的两个人去聊吗 没有啊 我跟他说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没作品搞什么 说到作品 陈学东最近总是和孩子扯上关系 从真人秀节目一年级中担任实习班主任 但其主演的电影《从天而降中升级奶爸》 逐渐启有着不俗的孩子缘 而电影中与其有对手系的张子怡 最近也传出已在洛杉矶待产的消息 不知是否有吸取什么育儿精呢 我不太知道他们之间细微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子怡姐 她对小动物啊 对狗都很喜欢 对小动物或者说对小孩都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小孩对她来说